为这边迎接过年 北京高中跟北京高中 实际上基盘下春年的活动 其中北京高中 实际上邀请过 几数个台数 来到学校的特殊馆下春年 希望台队这次的活动 可以从美学的教育 担接好行当中 在北京高中 今年是邀请 学校速化社团的学生 来为学校的输心 跟社区基民下春年 别看他年纪很小 这三数个的工具 是一点都不适合大人 虽然退休了 每天还是带我们北高上班 北京高中学长 他介绍到这次来 学校春年的书画家 因为有他们的内心 来背用学生的美学教育 也有苏心有免费的春年 很好带回去大 那我们有学校两名外籍生 那他对这个书法的美感 也很有兴趣 那我们也是透过 在青春到的过程中 把美学教育 美感教育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老师师生都能体验 中华书法的美感 另外百姓高校 也在买基板下春年的外团 不过今年好风药车 不是书法家 是好好书法社团的下心来想 第一次参加学校 半分写春年活动吗 对 那觉得怎么样 蛮有趣的 我们想这个活动是要让孩子 培养他的自信 我们学生的年龄 从国小二年级到六年级都有 其中不华有一些 他曾经代表学校 参加过全线的美术比赛 前三名的同学 所以写字的一个经验 都相当的豐富 别看小朋友适合 带到比赛春年的姿势 是非常专业 因为春年特别 亦禁为赛三个季度来 加油鼓励啊 小朋友在这边写不错 赞 朋友带到有七位 好看啊 我们是全班同学 我们是你来排他的村里 我也是 我们是全班同学 除了苏仙参加学校 站在旁边看高力孩子 这边的老师 就是书法老师教得很细心 然后也很用心 对 然后他本身 有这种这些方面的兴趣 所以就让他来学 哈欣平常是都在用 头早7点外的时间来练书法 记得老师也说 书法可以分练小孩的内心 对小朋友真的是 第一个是专心 他从这个架构当中 他可以认识 让自己更专心 更稳定这样 无论是请台书来 书春年上后书心 也许小学书法家 给其党出下 上后下苦旗面来打 在北港地区 已经能感受到 过年气氛 记得国家品 彩虹博德 在北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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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港地区